毕业十几年 忽然得知当年的老师病了 我直接请他到家里住 正在上班的时候 我初中老师的女儿 对我打了电话 说老师住进医院 但我方便不 离医院近不近 方便的话 能不能帮他去看一眼什么情况 我知道这件事后 赶紧跑到了医院 此刻就看到老师的对象 在门口守着 之前我结婚的时候 我的老师带着他 现代的这个对象 去参加过我的婚礼 所以我对他还算是认识 经不了解 发现问题不大 动的小手术 再加上后续的调养 就恢复得差不多 本来是在需要留院观察的 但是老师偏要早点出院 其实我是知道的 他是怕花钱 于是我就让他到了我家里住 我毕业后就一直在市区上班 离医院也近 来回都很方便 我想得让老师住马两个州 确定没事了再回家 只是我送他结束后回到家 看到屋里的这一刻 心情也是复杂的 一说起来 我和老师认识 也是大师几年了 我父母走得早 是跟着爷爷生活的 爷爷一辈子没有出过村 在家务农 本来是想着上完初中 就让我出去打工 万幸的是 我小学的时候成绩还算可以 后来听说在镇上读书时免学费 甚至还有各种补贴 爷爷就放心了很多 便不再想着让我打工的事情 只是说 能上到什么时候 就什么时候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初中不要钱 就上完初中 高中要钱 就不要上高中了 虽然镇上的初中不要钱 但是人很少 很松散 我的成绩在好 但其实 就那么回事 村里几乎都是在县城读书 就我一个人在镇上 每次学校放假 村里都回来好多个发小 他们都是从县城回来 等再次开学的时候 我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他们是坐公交车去县城读书 我是不行 去镇上读书 后来 邻居家的姐姐 当时已经是高一了 便自作主张地 带着我去县里 找了一个学校上 我还记得清楚 她当时跟我说 只有在更好的学校读书 才能够出成绩 在老家 成绩再好 也比不过人家 普通班学生成绩 与凤同飞 必须俊鸟 或许就是当年 那个邻居姐姐说的意思吧 于是 我就做了插班生 来到了陈老师这个班里 他那个时候是代课老师 这个学校 其实还是挺乱的 走读生比较多 周边全都是小巷子 我去的第一天 就听说这个学校各种打劫的 各种所要东西的 多了没话说 很多人都是忍着 不敢说话 我以为 只有走读的学生 才会被堵在小巷里要钱 谁知道在学校一样是如此 那次我去厕所 就被一伙人围着 供了钱花 但说实话 我一个周的生活费 也就是十几块钱 有的时候一个周就十二块钱 我从某家带过来馒头和咸菜 平常就是吃那些 这十几块钱 都是用来买笔和作业本之类的 我顶多就是买一碗粥喝 而且我的钱 基本上就是分两个地方放 一个是床头 一个是书本里 身上几乎是不带钱 所以那次被他们堵了之后 其实也没有要到钱 于是那些大爷大哥看到我的样子 骂了几声难听的话 然后一脚把我踹倒 就算是放过我了 因为早就听说打劫 要钱的事情 所以我心里也是做了准备 就没有太受到惊吓 当他们威胁我 说不准告诉老师的时候 我也没有当回事 毕竟兜里就两块钱 全被他们拿走了 我也没啥好说的 只是我没想到 这天早上又被一群人围堵了 这一次是真的没有跑掉 二点早上五点多 我们就要起来早读 那次我起来得晚了 刚洗漱好 宿舍里几乎是没什么人 我正要走 这个时候忽然间门就被推开了 是四的人 他们刚从网巴里回来 翻墙进了宿舍 一身的烟味 他们当中一个小弟 让我去给他买十根烟 我也很奇怪 但是当年初衷就是这般 买烟是论根买的 一根一根的 然后再买点零食过来吃 我没有反应过来 就没有说话 结果就有另一个小弟 打我一巴掌 然后揪着我的领子 告诉我麻利一点 否则让我吃不了 嘟着走 这一次 我是真慌了 于是颤巍巍地 去枕头下拿钱 那其中一个小弟 以为我能够拿出来多少钱 还说直接给他们钱 他们去买就好了 结果一看 我就剩七八块钱了 那小弟说了一声脏话后 就让我赶紧去买 但说来也是巧了 那个时候我们讨操 我刚到小卖铺 就被班主任带到了 还搜出来烟 单主任以为是我抽烟 就说我是月差班生 如果这样的话 是要开除的 吓得我不敢说话 可是我又不敢说 是宿舍里的人 那么买的 就沉默着 一直不说话 这个时候 陈老师过来了 早上是他的早读课 他过来看他 就发现了我 于是跟班主任 悄悄说了一些话之后 就放我走了 但是烟和零食 是被扣下了 因为没有及时 给到那四百人 结果在下了早读之后 我被堵着厕所里 被他们轮番坐了一顿 还把我所有的钱 都拿走 至此 我算是没啥钱了 就算是我书本里 加的那几块钱 其实也坚持不了几天 后面的几天 我一直在喝 自来水的凉水 吃着从家里 带来的馒头 但终究 身体扛不住 还是住了院 那正好是陈老师的课 是他送我去了医院 他发现不对劲之后 一直问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把事情的老师 说了一遍 还说这件事就算了 不要再问了 陈老师也是没有办法 就帮我把药费起付了 还跟班主任申请了一下 以后让我跟着陈老师回家住 我是猛的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 陈老师是李依依 他和前夫有一个女儿 不过年纪不大 现在在他前夫家生活 如今的陈老师 是一位人生活 他让我跟着回去 一方面是 想要解决我吃饭的问题 二来是想让我远离 这样的校园霸凌 再说 我只需要跟着陈老师身边几次 学校里同学看到了 自然会议论起来 都在猜我和陈老师的关系 应该是亲戚 或是干儿子之类的 还别说 这招真管用 后面 就真的没有人在读我要钱 或是让我给买烟了 三在老师家住了很久很久 一直到初三那年 要考高中了 我不想再去老师家 而且那个时候 老师的女儿 也已经从他前夫那儿回来 准备在县城读书 我不能再去打扰老师 一般情况下 学校是一周放假一次 但是我为了省钱 就两三个周才回家一次 这样能省下不少路费 老师知道我的情况 就在中卧的时候 让我到家里吃饭 尤其是到了冬天 还帮我洗衣服 让我在他们家洗澡 那个时候我贫血 也掉头发 走路都是晃晃悠悠的 每次我去老师家 他都给我做很多好吃的 还给我特别做点饭 让我好好补一补 老师说 初三了 经常熬夜 得吃点好的 最后 我考上了高中 高中 是一个月放假一次 不过我还是很少回家 就算是放假了 也是去找老师说话聊天 高中三年 都是这样过来的 深冬寒冷 来不及拿被子 结果也是陈老师 从家里拿了被子 走路送到学校 回想高中三年 虽然我们见得不多 但似乎一直都在一起 考上大学那年 我出去打工了两个月 回来的时候 黑得不像话 我请了老师吃一顿饭 这顿饭说 什么都是我要请他吃 老师倒是没有拒绝 而是选择了默许 结果在我临走的时候 他还是从包里 拿出来一个红包 交给了我 说是庆祝我考上了大学 我百般推托 说什么都不肯收 但老师就假装生气 还说如果不收 以后就不要联系他了 最后 我还是收下来了 大学的每一年年底 我从外地回来 在县城下车的时候 都会去见一下老师 我们两个说说话之类的 一晃多年过去了 我也结婚了 我记得还算是清楚 在我婚礼上 老师跟我说 你终于结婚了 也算是有个家了 不知道为什么 当老师说这话的时候 我是十分地感动的 就好像是他一直在 期待着我结婚生子 有了一个稳定的嫁 这种感觉就很奇怪 送上来的奇怪 但又很闷心 而在我婚礼上 老师也带着他现任来了 真好 老师也重新组建了家庭 他女儿也考上了大学 一切都很好 只是我没想到 结婚后的第四年 一天早上 我接到老师女儿的电话 说老师助理医院 当下我赶紧请假 跑到医院去看忙 刚到医院 就看到了老师的对象 在病房门投手着 我简单地了解了情况之后 尝出一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四简单动了一个手术 后面就是康复的时间 医生建议 在医院多观察 但是老师不肯 说什么都不乐意再止住 我知道 老师这是想省钱 毕竟他一个人 带孩子那么多年 其实这中间的辛苦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所以呀 钱这个东西 真的是令所有人顾虑 最后 在我的百般建议下 老师住进了我的家里 他老公先回家等信 那段时间 一旦有空 我就带着老师 去医院做复查 没事的时候 就带着老师 到小区里转转 陪他说说话 忽然间 这感觉就像是当年那样 我生病了 对老师拉到他家一样 他对我做饭 刀洗衣服 这种感觉 一下子就回到十几年前 半个月过去了 一切都还算是正常 老师也要回去了 我送他到车站 他非要自己回去 没有办法 我只好照做 等送完老师之后 我回到了家里 想得把房间收拾一下 结果打开老师住的那房间 就看到被子被叠得整整齐齐 枕头也放在了背上 就连拖鞋 也是放在床底下 只露出一半 地 也是被拖过的 窗户打开着 一直在通风 我笑了 觉得老师实在是 太过于小心翼翼了 不过后来想了一下 这也算是正常 当年我去他家的时候 也是不敢说话 不敢做 不敢吃饭 甚至他丢我成了一碗粥 我喝不下去的时候 还在坚持着喝 老师看到之后 察觉到异样 就说喝多少是多少 如今 换到老师身上 他也是如此 我就这么胆开着 却看到了床头柜半开着 打开一看 是一本书 书里 加着一叠钱 这本书 是我当年上初中的时候 老师买来送给我的 我上高中 大学 包括后来的工作 这本活着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 他那天来 我看老师无聊 就给他拿了这本书 还说了当年的趋势 我也没想到 老师走的时候 却给我留了一笔钱 上面还写着一段话 大大意思就是说 我终于熬出来了 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事业 结婚生子 再也不像当年的样 作为老师 他很心累 他说 教过那么多学生 有优秀的 考很好的大学 有不优秀的差生 也过上了自己的日子 但能够一直 和老师保持联系的 不多 我就是其中一个 他祝我生活幸福 让我好好生活 我看着那厚厚一叠钱 陷入了沉思 或许 他是觉得住在我家 也应该是麻烦了我 所以才想得给点钱 这心里就舒服一点吧 我一时间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就想着 等找我时间 一定跟老师好好聊聊 没有他当年的帮助 也没有我的现在啊 我再试着 소개 一位 好 预